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野鸟开心哥,今天又出来钓鱼,还是找了这么一条小河,大家看一下啊 来了以后呢,因为前期发现这边有一个造一个小桥啊,还没有竣工 这个小桥下面呢,大家看到没有,有一个岛树 原本来的时候呢,准备就是钓这个岛树边上 但是上当了啊,这个岛树边上挂底挂得非常严重 连续这个之前用这个3米6的杆掉这个岛树边上,左边也好,这个右边也好 前面也好,后边也好,都是了,反复的试 结果呢,就是只要是下去就挂,只要下去就挂,这个紫线啊,挂了好多 然后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想一想这个边上不能掉 所以呢,现在就换到这个岛树的这个右边,右侧 咱们现在基本上在右侧,咱们用5米4的杆打到对岸,掉对岸啊 大家先看一下啊 咱们现在坐在岸这边,看,离这个岛树大概20来米吧 一二十米,然后咱们在这个岛树的右侧 现在用5米4的杆打到对岸啊 然后前期呢,抽了大概两个多小时啊 呃,鲫鱼,始终不咬钩 然后,就是掉了这个,好多,掉了好几十个这个小笑嘴 都是这个,这个筷子不到那么长的这个小笑嘴 但是后期,开始慢慢慢慢的发现有这个鲫鱼竹啊 有鲫鱼的动作了,逮到一条鲫鱼 所以咱们现在下面看一下啊 这个鲫鱼进窝以后,现在下面这个飘向上是什么情况 咱们希望呢,能逮到一些鲫鱼啊 不要老是这个翘腿,掉白条翘腿,确实也没意思 好了,这个时间不早了,抓紧时间,看看今天能掉多少吧 呃,之前原本想着这个岛树边上啊,肯定是藏鱼的啊 然后,就是用3米6的杆,在这个岛树四周,在找这个合适的这个,这个吊点 但是,试来试去试来试去啊,搞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最终也没吊成 这个紫线钩子挂了不知有,不知有多少,所以最后还是放弃了啊 现在呢,选择在这个岛树的边上,二十来米的这个距离 咱们用这个5米4的杆,打到对岸,钓这个对岸贴着边再吊 然后调吊上呢,今天考虑到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杂鱼啊 就是一些中上层的一些这个小吊嘴,但是密度也不是非常高 然后也不走水,所以呢,正常调吊,调了一个三目 现在钓呢,钓个两三目 然后前期呢,一直在抽,一直在抽 两个多小时,就是基本上一条鲫鱼没钓到 全都是这个钓的这个撬嘴 但是后期慢慢的撬嘴口明显少了 然后偶尔刚才钓了一条这个鲫鱼 所以咱们现在看一下这个鲫鱼进窝以后 看看这个撬嘴还吵不吵,还闹不闹 看一下这个相对应的这个鱼情发生什么变化 这个确实感觉这个这条河里啊 这个鱼情鱼资源啊,不怎么好 而且关键有一点啊,大家不知刚才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这条河的这个水质啊,好像不是太好 有点发绿这个水,感觉这个水质好像太肥了 所以呢,加上这个天气温度比较高的话呢 这个水里的这个微生物非常多 所以它就容易缺氧 这个鱼说一缺氧的话就感觉就不咬沟不下距了 来了,一个口,漂亮 一口来了来了来了 OK,漂亮,这一口 一个大板,大板,大板,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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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啊,别跑啊,进来了 碰到一个大板,碰到一个大板啊,进钞网 哎,好,又一口又一口又来了,漂亮 漂亮哦 哎,离底接口,接口,来一条 个体还不错啊,个体还都不错啊 哇塑,漂亮啊,这小口比的杠杠的啊 漂亮,漂亮漂亮,漂亮 漂亮,来 哎,哦,漂亮啊,又来一条,又来一条 又来一条,别走 哎呦,好,漂亮啊,又来一条,别走 小宝宝小宝宝 OK好了 这会准备收了 不钓了 看一下这个 今天的这个鱼货怎么样啊 呃 今天其实这个鱼说 说实话 钓的是非常累的啊 非常累人的 看一下 OK还可以啊 然后前期呢 鱼的个体还不错啊 就是关键这个鱼的密度 感觉不够 呃 关键是今天为什么说 这个鱼钓得非常累呢 就是前期早上来了以后啊 呃 始终在这个 那个岛树那边 在找那个合适的这个钓位 想着岛树边上比较聚鱼 但最终呢 浪费了很长时间 最终选择呢 就放弃了 后来换到咱们现在这个钓位以后呢 这个前期两三个小时 一直是没有寄鱼口 一直不进窝 始终都是一些白条 翘嘴 但是咱们用这个五米四的杆 始终保持这样一个频率啊 使劲抽 一分钟两根 一分钟两根 一直这样一个节奏 这个频率保持下来以后 呃 好不容易到后期 这个鱼总算是进窝了 这个鲫鱼进窝了 但是进窝以后呢 虽然这个鲫鱼开口 能咬沟了 但是 这个鲫鱼明显感觉到 由于这个水质的问题啊 和这个天气的原因 它的积极性也不高 呃 也不是说出现连杆这种状态 就是爱吃不吃的 总是 呃 基本上十来分钟 二十分钟上一条 呃 上鱼的这个频率啊 也非常慢 所以今天总的来说 钓得非常累 不过好在呢 今天没空军啊 还是小有收获 呃 然后下次如果到这边 想来做钓 想类似于像今天这种水质啊 大家再看一下 都是发绿的 这个水是发绿的 像这种水质的话呢 水非常肥 水中的这种像类似于 绿枣啊 这个和这个微生物啊 是非常多的 所以这些东西啊 微生物它同样是 在这种这么热的天情况下 去消耗氧气的 所以明显水中的溶氧 明显是不够的 所以呢 造成了这个鱼的 开口啊 也不是很好 所以在这种水质之下 如果想钓好的 好的话呢 就是选择天气很重要 一定要选择这个 没有太阳 温度比较低的这种 或者说阴天 下雨天 呃 在这种水质的这个水里啊 去钓这个鱼 还是比较不错的 感觉这里边的 这个鱼的个体 还是蛮不错 呃 还比较令人满意的 所以呢 期待吧 下次天气如果 相对来说凉一点 这个 找一个不出太阳的 这个天气 咱们过来试一下 OK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啊 咱们把这个鱼都放了 哎呀 OK 今天准备收了啊 今天确实钓得非常累 这会儿感到已经 腰酸背疼了 用这个五米四的杆啊 咱们 抽了大半天 抽了 连续抽了大概 三次的小时 OK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喜欢开心哥的 加我一些关注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